大家能够跟他进去的接触 我就先离开咯 哈喽 好 欢迎热巴 作为一个特佳嘉宾来到YSL反转巴黎香水热爱限定版的线上发布会 先跟爱丽丝和观众们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YSL反转巴黎香水大使迪丽热巴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YSL线上发布会跟大家迎见面 好 来热巴请坐 那前段时间热剧我们一直在追 周放这个角色的塑造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完全看不过瘾的 能不能分享一下近况呢 非常感谢大家对周放这个角色的支持 最近我一直也都在剧组拍戏 我先卖个关子 希望大家以后可以继续多多关注我的作品 谢谢 好的好的 那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的热巴的动态哦 那其实我和我们的爱丽丝一样 都是被可甜可欲的这个服装设计师放放紫圈了一波粉呢 那特别巧的是 最近热巴拥有了一个YSL的新的身份 大家知道吗 没错就是以合作设计师的身份 参与设计了我们全新的YSL反转巴黎香水热爱限定版 哇真的非常漂亮呢 谢谢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漂亮 因为当时呢 我也是第一次要跟YSL合作设计我最喜欢的反转巴黎香水 我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喜欢它 我也很高兴大家能够喜欢它 当然YSL反转巴黎应该是陪伴热巴最久的一瓶香水了吧 那相信所有的爱丽丝们都见证了热巴和反转巴黎的共同成长 特别感谢热巴每一次都赋予了反转巴黎香水不同的城市 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热巴 来 没错就是我们的YSL反转巴黎香水的全家服 哇哦 一共有满满的七瓶呢 谢谢大家 这个礼物我觉得好棒 我可以拿来全部都倒在浴缸里 然后香香的出浴了 我觉得一瓶就够了 我觉得因为它的每一种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非常开心能够集齐到我的反转巴黎香水 也谢谢YSL 非常喜欢这个礼物 是的 这里每一款热巴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吧 对我应该和这里的每一瓶都有合影呢 没错我也看到过 当然作为YSL反转巴黎香水大使 跟我们的香水设计师 热巴和他们一定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对吗 能不能分享一下呀 非常荣幸 因为在2018年我成为YSL反转巴黎香水大使 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这一款 因为它的经典农香也被大家称为是凤酒酌爱的湿魂果 然后去年春天的时候 YSL推出了这个大树百花香的反转巴黎花艺香水 甜酷兼备 每年在爱的季节 YSL都会给反转巴黎设计限定版 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好看 从湿魂果到我参与设计的这一款热爱限定版 很高兴我可以和YSL反转巴黎一起踏上这场浪漫之旅 没错没错 那YSL反转巴黎系列从明媚可爱到果敢率性 就跟热巴一样可以驾驭百变的风格 不仅是热巴看到了反转巴黎的每次的改变和突破 那YSL反转巴黎也是和众多的爱丽丝一起见证了热巴的每一次蜕变和成长 当然据我所知道这次的这个反转巴黎香水热爱限定版 应该是热巴第一次参与设计款香水是不是 你们能分享一下这个设计的灵感可以吗 对 这款Mont Paris香水的设计灵感是来自我最爱的城市之一巴黎 它粉色bling bling的这个平身 还有这个不对称的这个领结 都是源于巴黎给我的记忆最深刻的三大元素 第一个是粉色的夕阳 然后第二个是璀璨夜色 还有这个城市当中恋人所散发出来的浓烈的爱意 搭配这款香水的白花西谱香调 轻轻一喷呢就会瞬间成为傍晚赛纳河边最美丽最迷人的少女 我先喷一下 好 假装自己在赛纳河边 左岸喝着咖啡 哇 真的是立刻就有画面感了 当然我们也看到热巴这次以设计师身份 那前往了巴黎拍摄香水的宣传片 非常的美 那么和之前几次去巴黎拍摄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也参与在这个设计当中 所以感觉自己和产品之间有一个更深的感情 而且拍摄的过程也非常的流畅 哇 感觉这次真是更加投入了 当然据我所知啊 这次在巴黎拍摄了关于设计灵感的一个独家的专方是吗 那今天我们跟现场朋友来分享一下好吗 来我们Q一下VCR 多请 我觉得木巴黎对我来说 就意味着 人生一定要拥有一次的香水 木巴黎它是一款非常特殊的香水 在我的感觉当中 它是一种疯狂的爱 就是非常强烈的 又无法动摇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过一次吧 这种爱的这种经历 所以我觉得 这款香水它带给我的就是这种很强烈的感觉 希望大家拥有这款木巴黎香水的时候 也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 就是可以了解到 其实粉色它是 很温暖的 很有力量的一种颜色 亮亮的这些色彩呢 它可以给你带来很明亮的感觉 也可以让你心情变得很好 也可以让你觉得说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 元素在里面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大气的东西 还有很有力量的东西 所以就加了一个很大的蝴蝶结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设计了一个香水吧 其实是把我的一个想法都存在了这一款香水里 哇 通过这段独家的专访 相信各位也是感受到了热巴对于这次设计的用心 当然也诠释了它对这款香水的一个独特的理解 我们今天也如约的为各位参与YSL反转巴黎热爱限定版云发布会的宝宝们 谋取到了一个小小的福利 没错 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上照片和签字笔 请热巴在照片上签唱名可以吗 来 有请 当然想要签名证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 在今晚的24点以前 在新浪微博在tag at我们的迪丽热巴YSL反转巴黎香水大使 发微博并且atYSL正在美妆 我们将抽取互动量最高的20名观众 去送出我们的热巴的亲底的签名证哦 一定希望大家来参加一下 好 谢谢热巴 当然作为YSL反转巴黎的香水大使兼香水设计师的热巴 相信对于香水一定非常了解是吗 能不能请热巴跟我们分享一下 平时喷香的一些小习惯或者小tips吗 好啊 其实我刚才好像有已经在萨纳河边漫步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示范过了 就是把香水呢轻轻地喷在手腕处 然后不用喷很多喷一下就好了 然后可以这样两只手腕相互轻轻地按压一下 嗯 还有就是可以对着空气喷两下 然后走到这场空气当中 然后感受一场香水雨 还有就是可以在耳后啊 还有就是你可能会露出的地方 因为我之前有在网上看到过说可以在这种 就是会有跳动的这种地方也可以喷一下 这样会让这个味道淡淡地散发出来 哇 真的是非常优雅 感受到我们的法国的气息了 当然我们这里瞬间充满了白花香蕉的甜美的浪漫 各位宝宝们 热巴的喷香小秘诀也没有get到呢 一定要留言跟我们互动哦 当然说了那么多 请热巴能不能简单的一句话或者几个词描述一下 你心目中的YSL反转巴黎香水呢 嗯 我想一下啊 我不知道我说的比较标准啊 哇 这句很酥哦 这句发语的slogan真的很好听 那我记得也是广告片中最后你说过那一句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想要用这句话来描述呢 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念起来就有一种法式甜美浪漫的感觉 和反转巴黎带给我的感受非常的相似 没错 没错 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感受到了热巴的这个 和反转巴黎的迷人魅力呢 好了 那今天的YSL的云发部会 特要嘉宾环节也是即将告一段落 在此提醒各位啊 想要get到热巴参与设计的这款 翻转巴黎香水热爱限定版的宝宝们 一定要开始下单哦 当然有问题可以咨询一下客服 谢谢 好 谢谢热巴 谢谢 谢谢